吃个饭要人伺候 工作起来只有别人一半的笑 有办法生又没办法尽母亲的责任 像这样的女人算个什么老婆 我想 暂时让阿信回娘家去静养 阿信在这儿行动还不方便 你怀孕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的 也不会有人因为我有孩子而高兴 这只不过是多了一个累赘 那个女人竟然还敢说这种话 我会跟阿信说清楚 我们田藏家不要这种媳妇